在《我是真的爱你》最新剧情中,画风突变,剧情发生巨大反转,颜值,尤雅叛变,替陈娇蕊发声,战队,齐丁也误会了萧嫣和莫名的关系,女主突然陷入孤立无人的窘境。 这部剧中,直男颜值原本是萧嫣的下属,对萧嫣忠心耿耿,尤雅则是萧嫣的好闺蜜,对萧嫣为户有加。 但是在最新剧情中,却画风突变,临阵倒戈,突然叛变,不再支持萧嫣,这是为何? 原来萧嫣被陈娇蕊排挤走后,颜值被陈娇蕊故意冷落搁置,遭了不少罪,但是陈娇蕊越是整颜值,颜值越是不配合陈娇蕊好好工作,反而继续对萧嫣死心塌地。 在剧中,颜值还把陈娇蕊吃药剩下的药盒,从垃圾桶里捡回来,放在了陈娇蕊办公桌上,恰好被理查发现,导致陈娇蕊有抑郁症的情况暴露。 陈娇蕊这一次非但没有报复颜值,反而让颜值参加了重要项目,这一反常举动,也让颜值一脸猛。 观众也以为陈娇蕊变好了,开始要被洗白的节奏,颜值得到重视后,没有什么心机的她,对陈娇蕊的看法产生了改变,开始有了叛变萧嫣,投靠陈娇蕊的势头。 而陈娇蕊在和萧嫣的好闺蜜尤雅主动接触后,尤雅开始对比萧嫣口中的陈娇蕊和亲眼看到的陈娇蕊。 尤雅发现,陈娇蕊似乎也没有别人说得那么不堪,也开始对陈娇蕊产生了好感。 在经过陈娇蕊的话术洗脑后,尤雅成功叛变萧嫣,同意与陈娇蕊进行合作,毕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能力赚钱,何乐而不为呢? 由于陈娇蕊有抑郁症,加上她任务繁重,李查便暗中把原本属于陈娇蕊的一个大项目,偷偷交给了萧嫣去做,萧嫣不知实情,却盲目地接下了项目。 因此已经相安无事的萧嫣和陈娇蕊,又产生了竞争,这让众人纷纷误会了萧嫣。 因为项目原本由陈娇蕊负责,即将看到成果时,萧嫣突然插手,硬生生从陈娇蕊手中抢走,在旁人看来,不够地道。 尤其是颜值,刚刚得到陈娇蕊的重视,有机会加入项目,萧嫣一插手,她又凉了,所以这直接导致颜值转变观念,反对萧嫣,力挺陈娇蕊,替陈娇蕊发声名不平。 而尤雅已经被陈娇蕊说服,有了和陈娇蕊合作的心思,加上尤雅的丈夫陈浩南的公司,突然被萧嫣推荐得心机难坑了,导致尤雅彻底误会了萧嫣。 因此尤雅当即决定,站队陈娇蕊,选择与陈娇蕊合作,站队陈娇蕊,替陈娇蕊发声。 一时间,萧嫣成了众矢之地,失去了忠心的下属和好闺蜜的支持,最严重的是,她和莫明的关系,被男友齐丁误会。 萧嫣之所以接手陈娇蕊的项目,就是为了想要回到公司本部,她根本不愿意待在月子中心。 所以当她能够回到公司本部的时候,萧嫣决定,头也不回地离开月子中心,但是莫明却不愿意让萧嫣离开。 因为没有了萧嫣的支持和改革,这家月子中心估计走不远,莫明为了挽留萧嫣,不让萧嫣走,强行拉住了萧嫣的手腕。 这一幕刚好被萧嫣的男友齐丁看到,萧嫣和莫明拉拉扯扯,莫明口中还说着挽留的话语,这不得不让齐丁误会萧嫣和莫明之间的关系。 事后萧嫣和齐丁产生了矛盾,感情出现了裂痕,萧嫣一时间陷入孤立无援,水深火热之中,简直是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。 萧嫣遭到的这一切变故,其实都是被理查坑的,理查为了公司的利益, 瞒着萧嫣,把陈娇蕊的项目拿给她负责,这才导致了萧嫣被处处误会,人设崩塌。 观众看到这个画风突变的场景,纷纷表示突然不想看了,因为剧情太狗血,主角老是遭虐,有点看不下去。